韩宁的舞蹈症 它是一个遗传性疾病 它是一个单基因突变 然后它可以遗传到后代 各种生理指标 器官大小 还有寿命都更接近于人 所以用猪来做人类疾病的模型的话 做出的结果更能模仿人类的疾病 经过筛选了2400多个细胞 才筛到了7个细胞 是带了正确的基因组的改变的 制造了猪的模型的话 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 在转化医学上面的一个空白 意义上面有两层 一个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范 去研究更多的神经推移疾病 第二个它可以作为一个要 有效动物模型去检验一些资料方法 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